台湾第一點 不好意思 有了 我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有沒有 就同一隻 是同一隻嗎 不是吧 我們趕快出去 用掛 好痛 是不是有吃在裡面嗎 對 你把他拔出來 你對他溫柔一點 快太輕鬆 你說貴飛魚 因為它的膠原蛋白油脂很豐厚 是不是在他的皮上面還是肉 聽說疫情期間 花蓮刁民紛紛出動 而且不戴口罩 不打疫苗 到處亂跑 有這麼嚴重 沒關係 讓我這個蒂頭蛇 來好好的處理它一下 Qnew 來 到底是什麼樣的刁民 你現在 什麼是刁民 台灣 我跟你講 釣魚不要再叫我釣 我真的釣不到了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疫情呢 有很多的大戰界中的物種 除了人類以外 它們是受惠的 譬如說你看魚 衍生的變很多 然後鯨魚 它敢游到水裡面 發出了更多的聲音 然後花蓮的溪水也變乾淨 釣客變多了 海邊禁止了 禁釣了 對啊 大家都往池邊 河邊 是喔 但是這個好釣嗎 我海邊已經釣不到了 你們自己出去釣魚的時候 都很好釣 他們每次出去釣魚 都是摳照片 一個個個比大圍這樣子 那只要有我在就沒有了 你確定 是 看看喔 我跟你講 世界上有兩種隔 有一種叫 我很有停車隔 我只要出去找停車隔 一定找得到 但是我跟你講 我就是不中魚的隔 去年安排的花蓮行程 因為碰上了東北季風 所以大多在風雨中進行拍攝 即使有強力的 在地揪釣團座後盾 我們還是敗你的老天爺 今年的運氣又會是如何呢 剛學的釣烏波魚 全部都是他教我的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可以教我釣一下烏波魚嗎 可以 確定喔 確定 他的技巧是什麼 浮標下盾的時候 他會有有力的盾點 盾下去 一定要拉桿 如果他不拉桿 魚一定會先跑 這個是什麼道理 為什麼 他 浮壽魚他會用吸的 對 用吸食的 如果他一吸你沒拉 他就是會脫鉤 所以 他是不是像我們在釣龍膽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龍膽是用吸的啊 因為他 他吃鵝的方式是比較小口 小口的 然後龍膽是一口吞的 對 好 那借我試一下 不是 我釣魚就很爛啊 鬆溝 鬆溝有飲料嗎 對 有 有 鬆溝有飲料喔 等一下 他在燉耶 他明明在燉 我拉啦 也沒有啊 因為拉得不夠快 拉得不夠快 對 我剛剛那樣還不夠快 夠 他下燉的一秒就要拉 所以他剛剛第一下 下去就啪 你就要拉了 對 這是用什麼耳料 你們會自己捣耳還是會 會自己捣耳 他有沒有什麼祕訣 你有祕訣 他會吃的時候 什麼耳都不會吃 我覺得你們這些釣魚的人 講得真的 太虛無飄渺了 難怪我一輩子都釣不到你 來囉 什麼時候要拉 你要跟我講喔 好 這還沒有 他還串小粒 他沒有有力的頓點 有力的頓點 對 他可能就是一口氣 就是浮掉會不見 會不見 對 OK 所以要等他不見就對了 對 配偶再次呈現 他不是灼溝的點 不是灼溝的點 對 所以我們不會釣的人 就可能就是看到這樣 一直拉拉 拉了半天 一天也拉不上來一尾 我現在發現其實釣魚是一個 可以把妹的事情 你看右邊 拉拉... 他們好像在拍那個 魚翁愛情故事 他們就叫做 無獸魚之戀 有沒有 就聽起來就很服氣 他這樣就沒有餓了 因為牠會被小魚吃完 真的耶 真的耶 他又沒有餓了 用這個餓嗎 左邊 左邊 這個 對 這樣子 把它包起來 對 我覺得這一溝有希望 這一拋看來就是一個 幸運拋 幸運拋 幸運拋的 好 牠剛剛比剛剛還沉耶 而且稍微冷藍一下 這個已經很... 很深了耶 我很想拉耶 我真的很想拉 牠已經沉成... 可以... 可以牠有一個頓點 就那個時候拉 對 現在呢 現在還不行 還沒...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那個感覺 沒釣過福州魚 真的不會釣 我已經看到眼花了 等一下 牠現在沒有耶 反正牠浮上來了 這樣就沒有了 牠已經浮上了 就是... 沒事 都被釣掉了 這是什麼啦 旁邊都在笑 旁邊每個人 牠哥 你在笑我們嗎 對 沒事... 還沒在笑 對啦 妹妹 妳們是福州魚之戀是不是 太厲害了 所以妳是新手嗎 新手 新手 蛤 新手 新手 我也是新手 那妳覺得釣這個魚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牠的... 就我跟妳的差別 可能就真的是教練的關係 妳看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比賽一下 比什麼 就是比看誰 可以最快的釣到魚 妳不要再侮辱我了 可以嗎 妳可以不要再侮辱我了嗎 我釣魚就這麼爛 不要比了啦 但是妳喜歡釣魚嗎 我是喜歡釣魚的 因為之前就覺得想要學 可是其實妳就算在網路上看 也是很難看 看懂 所以妳就這樣手把手的教 妳才會真正知道那個 美膏在哪裡 像我沒有釣過 我昨天釣蝦 我就釣這個 我也覺得 它只要沉下去我就要拉 其實沒有 它還是有一個... 一個美感 才拉 大直的 妳自己看一下 妳們會不會因為釣魚就換你 你笑屁笑啊 確訊不會 妳剛入圍了 對 妳還... 因為原本它們比較快 對 拉 媽咪說我剛剛的10年級 拉 拉 來 媽咪 好多 不好意思 有機會耶 不好意思 氣息 我就跟妳講 我不會釣魚啊 妳給我魚槍啦 那有一個原因 我要跳下去打魚了 妹妹 也不會釣啊 沒有 沒有 它要遁一下才有 我們千萬要忍住 有了 氣息 我懂了 我大概知道 是用什麼方法釣了 我大概知道了 可以喔 我大概知道了 這個夠那個嗎 它這也是體驗的而已 來...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尾釣到的魚 其實它的魚還滿漂亮的 有沒有 這個算小吧 中 中喔 對... 它水質也算是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的水質 而且它沒有... 對... 沒有... 沒有其他的那種 就是溫辣的味道 對不對 好啊 這個現在 大概是屬於 兩個巴掌大 我來拼一下 有沒有再更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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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想要成為天才小釣手 非一蹴可及 但釣到的那一剎那 實在也是很迷人的瞬間 所以呢 我還是乖乖 又坐下了耐心的等待 有了 我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有沒有 是同一隻 是同一隻嗎 不是吧 不是啦 不是同一隻啦 這隻沒有剛剛大 這比較小啦 對不對 這比較小 這隻比較小 不是同一... 我確定不是同一隻 確定... 確定不是我們付錢來的 不是付錢給他的 就要是... 再演一下... 他在簽樓報 對 他等一下簽樓報 簽白單 這太小了啦 不要... 拍大一點... 好啊 已經會了 大人拍 大哥 雨你... 我真的沒有釣魚的運 還是我們都不要拍好了 好啦 就這一根了啦 這一根就對了 這一根就動了啦 我要換句了 那好像... 我釣到縱樓 這怎麼這麼淺 可以拍慢了 這樣還有嗎 還有 這還有嗎 還有 草原那個好像也是 泡泡的 有了 小魚那個好像也是 泡泡的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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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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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很有難受的 你不要以為釣這個浮獸魚 好像軟軟的魚 它是滿有技巧的耶 然後謝謝我的教練 來 你不要以為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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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QNEW跟我掛過一件 說這裡的魚 對新手很有善 只要有裝備隊 基本上都能釣得很開心 甚至連小孩都能拉大魚 這話果然說得沒錯 舊釣團也不時會來這 花個一百塊 能消磨半天的時間 不過要切記 釣到的魚 可是不能帶走的喔 現在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在花蓮 有多Chill的節奏 我們剛剛是不是釣魚 花蓮就是這樣 當你釣完魚對不對 不管辛苦好玩 或是有沒有釣到魚 接下來就讓你來摸魚 來 看一下喔 聽說牠們會來耶 不是 我的目標魚還沒出現 哈囉 小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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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來耶 牠在哪裡啊 在那... 怎麼把牠叫來啊 你蹲下去 手過去就來了 蹲下去 手過去 你來 你來...我不信 牠是... 小巫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小巫是... 我們會把它拿來當作工作魚 工作魚 怎麼樣叫工作魚 因為我們會養黃金錢 那養黃金錢之外 會有一些左鷹右舍 對 會有一些石天螺 小巫 牠就會去吃 在這裡... 牠來... 你不要被牠們... 來... 這裡... 我摸到牠了 過來... 在這裡 來 過來 在這裡 我們趕快出去 用掛... 用掛... 好痛 是不是... 吃在裡面嗎 對 你幫牠爬出來 還互當吧 對... 你有被撞過喔 我撞過耶 是你比較厲害 還是魚比較厲害 我比較厲害 讓牠見識一下 我們勇士的厲害 台灣第一點 過來... 來這裡... 來... 在這裡 好大一尾喔 而且牠的嘴巴摸起來 好溫和喔 牠就這樣 嗯... 嗯... 牠來... 趕快下一個 趕快... 牠來... 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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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被... 沒有被魚吸過耶 好酷喔 不是被魚吸過手啦 你再叫我就叫你下水喔 來... 阿劉耶 你吸過腳啦 阿劉... 阿劉... 你看 快... 這個漁場最招牌的活動 其實還是魂吧 但是因為疫情期間活動暫停 還好有阿劉當家 龐大的身軀 加上髒嘴的模樣 給人意想不到的療癒感 而且接下來竟然還有 貴妃出獄的表演可以欣賞 什麼叫貴妃出獄啊 你們是把魚當貴妃養嗎 因為我們這個貴妃魚 牠的身形很像我們的這個 羊貴妃喔 所以牠在吃這個吃掉的時候 很像出獄的那樣子 你看過羊貴妃對不對 對 因為牠是 牠本身是好身體 牠的膠原帶來比較豐富 所以牠的身形是比較豐雲一樣 早期是叫銀爐或是叫金尊 牠不是澳洲國寶魚之一嗎 是 對不對 澳洲國寶魚我們有介紹過 你知道莫瑞雪魚嗎 對 莫瑞雪魚 然後再來就銀爐 我就很納悶一件事情 為什麼澳洲的國寶你們不顧好 通通拿到台灣來 然後都是台灣人在顧 然後台灣還把它養得特別的多 養得特別的 能把貴妃魚養得好的工程之一 就是來自齊萊山的天然好水了 有了純淨的水質 任何魚的體型都有可能是偏尺寸喔 我剛剛抓完貴妃魚 現在要抓什麼 花蓮貂 花蓮貂 對 花蓮貂跟台灣貂一樣嗎 是一樣的 因為牠從小就要花蓮貂 對 都是在你們漁場裡面 對 漁場 自己生的 牠自己就會生 對 自行會生 這麼厲害 對 鯛魚我們以前叫做什麼 南米尤大亞對不對 五分好幾種 牠這是淡水還是海水 淡水 很大 牠是海的濕木魚 等一下 跟我們下去不會被牠撞到嗎 像濕木魚他們說真的職業傷害 盡量散 看 盡量散 對 盡量散 好 來抓抓看 走 鯛魚其實是很好吃 但我不知道到底 淡水的鯛魚跟海水的鯛魚 牠味道差在哪裡 你有吃過海水的鯛魚嗎 有 那跟淡水嗎 海水味比較重啊 可是那是你會不習慣 為什麼會不習慣 你會想說那是淡水的鯛有沒有 習慣的嘛 所以不是因為你自己養 所以你覺得就是烏鴉爸爸的概念 就覺得自己小孩比較好 沒有這樣子 對 小鯛 要不要再吃 可是這邊我們魚也會來耶 沒有... 我們要吃外面 要出去那邊 我們要出去外面 對... 不行 在這邊 我們會被網子裡面 我們趕快出去 用快 好痛 用快耶 雪鶴 對 怎麼這麼多 好多喔 他直接給我K我耶 他知道你是主角 我跟你講 沒關係 你看 牠刺在我身上耶 等一下 你看牠刺 你把他拔出來拿著 你看 這個有刺在裡面嗎 對 你把他拔出來 等一下 我先把血擠掉 沒有吃到而已 還好啦 他們被魚撞就好了 真的喔 那你都不怕被魚撞到 我已經真的被叫了 你要被撞嗎 我先幫牠們抓一下 但為什麼你們都不怕 習慣啊 習慣喔 你被撞過幾次 好幾次 你最嚴重的傷是什麼 中間嚴重的技術宴 真的嗎 有 我們有一個同事 我跟你講 牠等一下越擠的時候 會越混亂對不對 要穿那個護膝啊 要穿護膝喔 對啊 就很像打扮以前 補手有沒有帶那個三角 還護當吧 對... 你有被撞過喔 都會 是你比較厲害 還是魚比較厲害 其實後面還是我比較厲害 你不閃你就倒楣了 你不閃就倒楣了對不對 讓牠見識一下 我們勇士的厲害 我們其實應該帶暗犬冒下來的 其實有人 對 別人有這樣子抓 我們這幾點要開始繞這個魚 你們都幾點開始繞了 差不多六點啊 六點就要繞了 六點要繞到幾點 差不多 上網看是下午了喔 你看輕一個魚池 這麼的麻煩 跟這麼的繁瑣的工作 你光水質要控制好 你水質控制好的時候 你魚養大了 你還有牠們吃的飼料問題 還有水裡的菌的問題 菌這些都養成了以後 水養好了 其實什麼都不用擔心 接下來就是等著 我們一年多開始收成的時間 每一年的收成量 你還得看這中間 有沒有什麼天災 如果有天災進來了以後 這個收成可能 一年會不會就泡湯了 對不對 沒有 要進去 沒有 要進去 沒有 要進去 沒有啦 我去 快點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沒有被撞以前 我下來都這樣 還好 還好 一旦被撞過一次 我真的會怕耶 會很痛耶 差點把我們也圍進去的大網 在水下 還有綁著千塊 可以讓大網合適體貼合 收魚時 則要手腳並用 把大網慢慢的縮小範圍 才不會讓魚趁空隙溜走 小心 不要讓牠撞到喔 我們要小心 注意安全喔 可以吸魚 有 我們先把大網栽掉 先放掉 大網都放掉 這個要拿出去 魚夠了 魚夠了 現在我們現在給牠用過氣 那邊有塞的 塞的大小的 要對 給牠出去 就這樣一拉 直接拐牠 拐牠 拐牠 拐牠沒有幾 這裡面有四千斤的吧 不只 不只四千 好貴 這個椅很大 就超過了 我覺得這個 冬天的話應該就是古曼苗 夏天的話就是撈這個魚 我的天啊 每個人都想要搖滾區 這裡的搖滾區 你要不要來看看 你對牠溫柔一點 你不要太激動 痛我屁股 被牠撞到 好痛喔 好痛喔 可以喔 到這邊就好了是不是 中龍說台灣雕雖然算好養的魚種 但是也是會怕高溫的 超過了34 35的溫度 或是沒有下雨可以降溫 都會造成損失 而網目過完篩 留在網子裡 就是我們今天要收的魚 你們這樣子會不會太 會不會太激動了一點 太激動了 眼睛無法睜開耶 對啊 這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小時候在游泳池跟人家玩潑什麼 潑 你現在要挑什麼 才用魚 你們要去挑才用的嗎 本來你沒挑是不是 才用 不是 你們平常挑才用魚是怎麼挑 手挑 對啊 就要用手挑 對 手挑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挑 要看規格 規格 對 它要兩斤上的 然後呢 兩斤半 也不行太大 要不然變別桌的吃很大 對 別桌的一... 它那桌魚怎麼這麼大 我們那桌魚怎麼這麼小 然後老闆就回答說 你今天人品不夠好 哈哈哈哈 大隻大隻 啊 不要動 這... 這個大概是幾斤 這個 你看 五斤有 對五斤有 你看它 你看它的刺 我根本就是被它刺到的 你看 你看它刺有多力 你看整個刺 你看它 沒有 對五斤真是... 所以真是符合標準 符合 哇 太大 太大你放生 太大就殺 哇 跑掉了 沒關係 今日公事 就是要收600克以上的 加工用魚 不過 這網子裡的台灣雕們 隨隨便便 都超過了這個尺寸 除了漁場自己加工 及料理用之外 他們也會整容新鮮的 被削到南部 不管用途如何 都得花上半天才能收工 這真的不是人幹的 你看我頭剛剛 下去到現在變這樣 而且你看 我剛剛被蛇咬 有沒有看到 你知道它怎樣嗎 我們在那邊抓網 它直接飛撲出來 它出去就算了 它出去還給你 把骨刺兩下才走 然後才走耶 好痛喔 其實你知道嗎 任何的物種 你到了它的世界 都很危險 就算是這麼溫馴的 無鍋魚也一樣 你到了它的世界裡面 其實是很危險的 生活在如此好山好水的環境 想要不活蹦亂跳也難 而且為了不浪費 老天爺的恩典 以及養殖人員辛苦的付出 我們一定要用新料理廚 倒到和鮮加油 來...來到這邊 我們要教大家炒辣 這裡這是泰式的 這是... 辣椒 薑蒜 全部都下 對 洋蔥... 然後青蔥也先下啊 對... 反正你就是 如果你在家你沒有來了 你在家也可以 也可以自己炒 就到這些順序 旋翼的炒法 旋翼的炒法 對... 然後這個下去了以後 辣椒 辣椒來一點 喜不喜歡吃辣 喜歡 對 醬 好 這個好了以後 我們把... 我們的蒜木瓜加熱一下 讓它有... 酸味出來 對 酸味是最香的 黃金鹹 這實在是很大一鍋 然後全部拌在一起 蒜木瓜 我沒有用蒜木瓜炒過啦 我們一般都是用九層塔炒 對 佐琳達是最傳統的 那個做法 對 道路 我看你們這裡有這個啊 加傳乳包是不是 對 這是傳統的九層塔的 九層塔 九層塔的 九層塔乳包 那這個呢 這是我們公司的滷肉肉燥 滷肉肉燥 對... 有像滷肉 我覺得現在就是這個社會 已經進步到一個就是 你只要在家 你就可以吃到各個地方的美味 對... 但是也就是說可以去到當地 當然是最好的 你可以去到那邊去玩 去走一走 像我們來到花蓮 感受一下我們花蓮的土有多年 但是如果真的不能來 那你就上網店 還有用蒜味嗎 有 有一點點 我覺得鹽巴可以不用夾 好 那就來吧 其實就是... 很棒 我跟你講我們會不會變 這個就是這樣 吃起來很棒 真的很好吃 完美的味道 有沒有出這個醬 有沒有 我們可以來談一下了 我可以來幫你出醬 要身為台灣第一等的外景主持人 要維持身材是多麼不容易的 你說貴妃魚 因為牠的膠原蛋白油脂很豐厚 是這樣嗎 是在牠的皮上面還是肉裡面 肉裡面也有 肉裡面也有 軟嫩而不爛 我發現澳洲的魚有蠻妙的味道 我之前吃的末瑞魚 吃起來很像蟹肉 貴妃魚吃起來有一點餅乾味 真的 牠沒有任何 我本來以為淡水魚會出現的那個 人家說的土味 牠沒有耶 沒有一點點 我覺得要嘛就是這個魚 吃到的東西是什麼 要嘛就是牠水下來的味道 齊萊山的水 你知道有多清澈多乾淨嗎 齊萊山的水上去扛一桶下來 你在家就稱霸了 雖然我常說節目中 吃太多美食是職災 但是讓大家吃得安心 吃得開心也是我的責任 聽說在地某大廚 就是從我的簡易料理 而開拓了意外商機喔 真的你是因為我們這樣煙 其實我那時候煙 你隨便做而已 結果沒想到 一個無心插流 就變成你現在的食材 對 當時那是這樣做完之後 我回來這樣弄 不錯 因為加上海鮮 那海鮮部分應該比較少 那你今天要用哪些來去 你這樣有一點 像那個夜市有沒有 在炸螃蟹 你現在給我炸龍蝦耶 你賣花子 沒有 就看看人家煙燻在熏鮑龍 很安慰這邊的屁股說香 都是屁股的 香 很香 台灣第一店 那你今天要用哪些來去 今天我會套鮮魚 像我就套鮮的話 我就大致這樣去 像我就把皮膚這樣 然後它的顏色就會比較均勻 以美觀對不對 對... 但是其實以海邊的人在吃 我們是不去皮的 對... 我基本上不太去皮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皮很好吃 對 有些人會覺得 另外有一個味道 我就先把它先汆燙 先汆燙 其實煙燻很簡單 但是你不能再加煙燻耶 你在大樓裡煙燻 你會被爆消防隊 我告訴你 那你最近這樣煙燻 你有沒有發現煙燻的好多嗎 有 它可以保存很多 煙燻 你會放在... 廠的話 其實也放好幾個 所以我現在觀念就是說 我可以做針通包 因為我的東西還是酒類很多 你直接買的滴著 你一直有朋友來說要喝杯啤酒 要幹嘛喝 喝啤酒 我自己常常在想說 食材浪費的這件事情 你如果沒有好好的處理這個食材 你如果帶回去 它只能有一天的時間 那可能就有點浪費掉了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事 你覺得燻起來有夠難吃 不要燻了 主要是它的水分過的 你第一個燻不起來 因為它的水分會下去 所以說整個是 它沒糖很大焦的話 譬如說什麼 像我的秋刀魚 我會先讓它滑乾 像一個月桿的概念 讓它水分是減少的狀態 然後我再去把它炸作 所以就肉類有的時候 我再加一些中藥去調味 然後整它 可是在海鮮的部分也不會 不調味 對 會影響 會干擾到它 為什麼要炸龍蝦 你告訴我一下 為什麼 其實因為像我的店裡面 現在很多龍蝦料理 每個人都會敲碗 就是說要... 有沒有別的方法 對 新鮮的龍蝦 你們已經吃膩了是不是 對 咱們就會開始要求 要求變化了對不對 對... 這樣沒關係 你們剛好碰到一個愛玩的老闆 什麼都可以滿足 那哪一天吃完炸的以後 你還有什麼方法 風乾 都有什麼 風乾有... 一葉乾 龍蝦一葉乾吃動的 真的 這太肥了吧 我說的 這真的是我第一次 在裹粉炸龍蝦 這太好 就是龍蝦已經吃到 可以用炸的 好耶 因為我已經熟了 所以就龍蝦 打炸酥油 打炸酥油 可以再加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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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油一點 像那個夜市有沒有 在炸螃蟹 你真的給我炸龍蝦耶 你太誇張了 你們其實出了一個題目 他出來很認真的 幫你們解決你們的題目 你知道這裡有多熱嗎 有多熱嗎 你吃到嗎 蒸蒸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撒西米吃起來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很累 很疲勞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從哪一道開始 你可以先吃章魚還是叫海鮮 章魚 海鮮類 我挑一個小一點 怎麼都這麼大 對 不好意思 就會比較粗粗的 我的挑食都是屬於 要挑小一點 大的可以大 因為有太多要吃的 好香喔 很好吃耶 一般來說 我們在吃海鮮來說 你都會覺得它應該是有一種鮮味 但是用煙燻下去的時候 它沒有搶掉鮮味 對 反而它多了一種 煙燻創造出來的清爽 去把它再切一切 然後涼拌做沙拉 又是另外一種味道 加上一些蔬菜的話 就更體會了對不對 好吃 比心... 我沒有看過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煙燻 在燻包爐的 就只有你 是因為你有加你那個醬 它有一個酒的味道 對 對不對 對 它表情這樣 好 好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在吃到後... 後面就會有一個後韻這樣子 它變嫩 有咬勁 但是它變嫩 嫩 它是真的嫩嫩嫩嫩嫩 酷... 還有什麼... 太棒了 雞皮肚 很難問這邊 那裡不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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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明星的味道補在一起 很棒對不對 而且你處理得很乾淨 但是我現在要來吃一個這個 來大隻給你 我吃小隻就好了 專門拿來孝敬長輩 龍蝦用炸的 而且我跟你講 它的龍蝦不是冷凍龍蝦 它的龍蝦是新鮮龍蝦 新鮮龍蝦然後用炸的 對 它肉還是很Q彈的 它有炸的香味 但是它原本的那個... 它的龍蝦味還鎖在裡面 對 然後你的炸粉是你自己調的 自己特調的 對 那我問你 你從以前麵店到現在這樣 阿伯看你這樣一流不會 他不會覺得很生氣嗎 一開始有說 還是你們兩代之間 有沒有經過一個... 有 衝突 磨合情 還滿嚴重的 真的嗎 怎麼做怎麼做 就是會很不高興 他會覺得你 你在弄這一些美藝 為什麼要把傳統的東西改掉 對 在他的觀念中 這個不應該是這樣 那你怎麼說服他 去做其實就客人 因為很多朋友來的時候 來吃飯 我爸會坐下來等回來 那對方就會告訴他 直接我講了 所以這怎麼樣 其實他自己也會 其實他會有高興 但是以他的貴心來講 他會不動身子 他也不講 有時候會講說 我就說應該還能做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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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爸爸都會這樣 你看自己有小孩也不會 對 就和麵館的海鮮一樣 煙燻也是當日新鮮製成 也絕對夠味 吃飽喝足又加上外帶後 即將要進行祥秘密任務 好 好 可以啊 可以先放 哇 對 你可能要先衝這邊 等一下喔 不是隨時這樣進 沒事沒事 沒事可以 小心 他早上應該開三盾 真的喔 一二三 小心喔 這兩座下來接下來就輕鬆了 對啊 一人一張就可以了 確定 確定 可以 Let's go 等一下 天啊 來吧 來了 來 張大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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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啊 阿明帥 我會把它疊起來了耶 我們昨天拿這個 對 我要換什麼東西 我在一直想 窗框 真的好 不可以 很越要拆對不對 你的窗框對你來講 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已經蓋好了在這裡 真的喔 對 這什麼 來 先先看 看一下 坐的耶 不錯喔 滿滿的都是回憶的東西 也太是 讓小朋友 可以坐在上面懸空的檯上 確定耶 真的 它不會掉嗎 台灣第一店 我們昨天拿這個 對 我要換什麼東西 我已經蓋好了在這裡 真的喔 對 這什麼 來 先先看 看一下 看一下喔 這是架桿紅豆山耶 台灣都蘭 都蘭的紅豆山喔 對 它是一整塊的耶 對 然後它是樹幹中間 它還有黏輪狀散出來的 對 那你滿妙的 這是每個人價值感不一樣 窗框跟這個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價值比較重 但是張大哥卻覺得 窗框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需要的 咬線的東西 好酷喔 這樣我賺到耶 有時候一屋一屋 就是這種感覺 真的 就是你要換到的東西 也許 在你家覺得定地 真的 我老婆覺得很定地 你老婆覺得很定地 這個也是你老婆覺得很定地 那就打散了 兩個定地的東西互換 就不定地了 對 不錯 我剛剛從外面 一路走進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東西是 薩克斯風 小喇叭 還有鼓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這樣的東西 這都是我老爸的收藏 他自己本身也是 Nakashi的老師 Nakashi的老師 對 很久沒有聽過Nakashi了 對 應該說我從來 我從來沒有聽過Nakashi 對 我都是耳聞 真的喔 對 比如說Nakashi就要配上 酒家菜 對不對 對 Nakashi就要搭上 油肥雷肉蒜 這個概念 我們來去看看 好 好 老闆從四年前 開始的舊物回收 改裝成咖啡廳的生活日常 材料有的是自己長年的收集 也有朋友給的 所有的設計都沒有紙本 完全在他腦海中 靈感來時就隨手將他呈現 他的作品不跟風 有獨創性 也全都是手作 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 把藝術融入無形的生活家 好 好 好 阿伯 聽你吹薩克斯風的時候 我突然間想要玩五十十五耶 噢 對 就是有一種 就以前Nakashi 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Nakashi就是三連主啊 三連主就是日文 日文 薩克斯風 日文 日文 年結婚啦 喜慶 宴會這樣 所以阿伯在什麼樣的大風大浪 你都見過了 見過了 我小學一直吹啦 小學就在吹了 其實以前的 以前老一輩的 就爸爸他們那一輩的 我覺得那個環境有時候是好的 為什麼 是因為那個時候 只要有一劑之常在身上 對 你就不怕了 對不對 你只要專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好 對 阿伯好像就是這樣 阿伯專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好 對不對 然後他專心做好了一件事情 然後你確實在專心做好很多事情 你在亂搜很多東西 對 比較喜歡玩 老窗老門啊 對 這一些東西就是比較 沒有辦法去取代 就是 就是我的作品 我做出來就是這個風格 對 好酷喔 大家比較喜歡玩的都是 這個椅子 對 非常喜歡來拍的 為什麼 因為當初我做這個椅子桌子的概念 就是想要讓小朋友 可以坐在上面 懸空的拍照 你確定耶 真的... 它不會掉嗎 這個梯子也是 這個阿公流家也是 真的喔 對 八九十年了 這次原來是做什麼 古昌 上二樓的小房間的樓梯 Pan house 對 怎麼會這樣 我不許做 等我... 好 確定喔 確定可以喔 不要回座掉下來 確定 好 可以耶 可以嘛 左邊可以看火車 對 鐵軌的聲音 這邊是自學嘛 對 這邊還有鯉魚潭 對 翻過去是鯉魚潭 鯉魚潭 對 我就覺得坐在這邊 就很舒服 你好像就真的把那個 小叮噹的任意門實現 對 就開了一道門進去以後 我就到了另外一個女三區 開了任意門 坐上時光機 秘密樂園裡頭啊 除了有現在網美喜愛的元素 還有更多以前溫暖的回憶 來 猜猜看這是什麼 你好... 你好... 他這個擴影集 來... 讓他手機來一下 好酷喔 自己做的耶 對 拍這張 拍這張 欸 廢道這是什麼 對 你分得出差別嗎 你分得出差別嗎 好酷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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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喔 這是你自己做的 對 然後這個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好不好 那 後面也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這是石頭耶 對 石雕 這我好朋友的作品 對 對 好厲害喔 我們花蓮有很多的石雕藝術節 對 他們都把一個這麼剛硬剛強的 大理石和白玉 他把它弄這麼的柔和柔美的 我覺得這是滿強的一件事情 我以前很納悶這個東西 這個電話到底是要怎麼打啊 他只能單打一個人是不是 他是 血轉的 總機會亮 那總機可能拿起來問你要轉哪一次 對 轉 怎麼樣 你好 你好 你要哪一次 幫幫我叫一下王學良 好 然後他就會拿 差了 還王學良 好遠 好遠的感覺 好遙遠的感覺 這一世的懷舊好物 無論你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都能讓人看到眼睛發光 玩到愛不釋手 而且咖啡廳也有提供餐點 除了有特製咖啡外 這裡的私房料理 也是好吃到 讓人放不下筷子喔 坐 媽坐 好 這 我真的覺得來你們這邊 真的很開心耶 真的喔 滿滿的都是回憶的東西 連菜也是耶 那個是鹹豬肉炒上面 鹹豬肉炒上面 這是涼拌小黃瓜 這個是 茄子 紫蘇茄子 紫蘇茄子 都是客家的 好棒喔 所以我們就會推一個 炒米粉 炒米粉 炒麵 給人家有個肚子餓了 想要吃 就隨時馬上炒 我覺得你就直接 張媽媽的家常菜就好了 對啊 就是這樣 超棒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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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清脆 好嗎 跟人家的做法不一樣 好 好 好 這個可以拿 好 好 可以喔 炒飯炒麵是基本配備 想要品嘗到張媽媽的客家料理 就得要先預約囉 秘密這一家都很有才 從阿伯的石雕樂器天分開始 連阿嬤的歌喉也是一絕 不僅是張大哥遺傳道了 甚至連第三代的孫子也是耳濡目染 好 是 有 有 有 雕 好厲害喔 阿伯... 問一下 這是你們孫子 你的鼓是誰教的 阿公 阿公教的 你把你自學的那一套 用在你孫子身上 我覺得你們來去祕密 真的滿厲害的 就是說這裡有很古老的東西 但是卻還有新一代的 新年代又開始出現 你對你的小孫子滿意嗎 滿意啊 他學了多久 兩年 還有電腦 我覺得自學反而是比較快的 對 因為他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家人的支持 大家互相的支持 其實有的時候想怎麼學都可以 你可以做一件你喜歡的事情 把你喜歡的事情放大 把快樂的事情放大 然後分享給身邊所有人 他就不會是你 OK 你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開啟小鈴鐺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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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